有時候我們大家都明白 Live 始終失去了跟現場的觀眾的溝通 有時候我們就算是 Music Night 我們可以知道網上他們可以跟我們聊天 但始終就不是那種新貼身 在前面立刻看到他們的反應 當然我們也不想Stream的音樂會成為了大趨勢 但這個很明顯是在工作上或者生態環境 可能隨著疫情關係他們有一點轉變 當然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之後 所有東西都可以變回實體的音樂會 情況就好像跟實體唱片一樣 那種開心是只有實體才能給你 對 因為我覺得做Live演唱片 好像你剛剛所說的 是真的看到他們的反應 或者是你看到他們會跟著你一起唱 甚至看到有些人流眼淚或者很開心跳起 一起去做一些手勢 其實這些是真的 你沒有辦法在Digital的世界上做到 但我覺得也很感謝Digital的世界 因為如果沒有Digital的世界 我們現在是一個Show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是Give and Take 必須要兩樣東西都以我共存 這些是工作上的調整 除了工作上 每個人都在生活上都有調整 有很多人說 這次疫情令到我在這幾個月裡 煮了我人生這麼久以來的飯 或者是學會煮食 有很多不同的 帶進了一些新的知識 如果在生活上的Digital 其實在這段疫情期間 你有沒有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甚至如果只是說煮食 你有沒有多些涉獵到這方面 其實煮食真的沒有太大 煮很多 繼續負責吃 對 剛才小時候做完第二個節目 然後就開始在那裡聊 其實現在也看到很多朋友的進步 剛剛開始疫情頭頭的時候 煮一件東西 直到現在就像餐廳級數 看到他們上傳一些照片 自己煮食方面 就沒有什麼特別去研究 可能自己煮一下Fruit Ball 但是反而在學其他東西方面 我都會給自己時間去學 我自己很喜歡學語言 這兩方面 兩種語言我都有去學 其他時間 其實我都一直在寫歌 每一次我推出一張唱片的時間 其實我在寫下一張唱片的歌 因為希望有得選擇 以及概念裡面 因為我自己寫 所以時間 其實比較需要長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 已經能夠封鎖到下一張唱片的一些概念 去試一些自己沒有試過的東西 可以不可以嗎 通常現在都是一個實驗期貨 所以其實這個疫情裡 對我來說 少了幕前的工作 多了幕後的工作 當然幕後工作 都是等做好一些功夫 做好一些功夫 做足彈藥 到日後自己工作 又有些新的歌可以給大家聽 對 音樂方面 或者工作方面 是這樣的 生活上剛剛Egger說的 主要食物沒有什麼特別攝裂 主要負責吃 但也有學一些新的語言 除了這方面 生活上的東西之外 其實 因為跟家人相處 或者跟他們見面的時間 疫情期間有沒有多了 其實有 其實我是家庭擺第一位 我自己是很珍惜跟家人的時間 其實反而我覺得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一點一滴 我覺得是非常珍惜的 反而在這個疫情裡 多了時間跟自己相處 我覺得是去清理自己 過往這幾年的思緒 因為我發覺過往這幾年 其實都一直向前衝 我們的工作層面 沒有辦法太多時間 放在你過去做過的事情 所以通常都是 好像在看一些新的想法 下一步做什麼 有什麼新的事情 反而好像很少時間 去觀照自己的內心 反而在這段疫情期間 真的能夠 以前的我 可能在宣傳期間 只有兩天 兩天時間 給我在家寫過 那就要寫到一些材料出來 現在反而多了時間 給我寫的時候 反而多了時間 原來自己這樣想 原來走到哪一步 原來想變成什麼 反而我覺得很好的時間 真是你去自己 反省自己有什麼做得好 做得不好 或者是能夠給自己家人 如果我直播一些意外 對於伯伯王來說 都是意料之內的東西 有時候都會知道 意外是其中一個元素之一 反而有時候有一些意外 就是因為在疫情開初的時候 其實Ager就有機會 和家人去旅行 旅行對每個人來說 都是一個充電 重新重新新新新自己 但是這個旅行的少許意外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由一個短旅行 變成一個長旅行 反而令到 你除了可以和家人多了相似之外 我想對於你的創作 都給予多了一些靈感 甚至時間上 令到你都放鬆了不少 我覺得在那段滯留的時間期間 發覺原來我很多事情 都不是你自己所能夠控制的 不是你說計劃就OK 你要接受你計劃不到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計劃前進 和合理我自己計劃的人 以前可能有一些事情 不是我所想的那條路 那條路的時候 我自己會很重新 有時候會覺得 為何做不到 為何不早點去計劃 差點什麼呢 對 早點去計劃 對我來說永遠都是時間 你早點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早點去預約一些事情 或者早點去計劃前進一些事情 那你就可以做到 那為何當時自己想不到呢 然後就會自己不斷給予很多壓力 但是就會發覺 咦 不對 其實也接受過不完美 不如試試試試試看 在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情況 你能夠找到那個情況 你能夠做到最好的事情 其實才是最好的 可能自己本身開紅館的日子 其實我幫我姐姐在口花園剪刀 你不能計劃 其實很多事情 你能夠接受 是另一個學問 我發覺 那段時間 發覺很多事情 不要給自己那麼多規限 反正創作 因為我一向都會有靈感 就是你有靈感 然後有靈感 然後就創作一些事情 為何要在工作中規限自己一步一步呢 你猜這種 曾經享受在一個規限 或是在計劃中 做生活的這種生活模式 不少跟你之前做的行業 即是空中服務員 空中服務員 是不是都可能有些關係呢 因為空中服務員時間很緊迫 甚至是時間很精準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因為這樣 都影響到你的生活態度和模式 都有改變 其實反而以前在做空中服務員的時候 自己比較 怎樣說呢 比較chill一點 反而因為你不需要想太多事情 當然你要很aware 和你去照顧你的客人 或者你身邊發生的事 在飛機裏面 其實我也很尊重這個行業 因為你很多突發的事要發生 你要很留意 但是跟做創作不同 做創作是always looking for new things 其實你是沒有day off 你的day off都在想 有什麼possibility去做 接下來 你就會覺得 慢慢你又想做這樣的時候 那樣又想參與的時候 你參與得太多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計算自己的時間有多少 我覺得一路一路培養了我自己 雖然我說話是很cal 然後比較慢的說話 但是內裡都很chill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心急的人 而且我是一個很緊的 對我所有的要求 都很緊的一個人 所以反而這個疫情令我放鬆了一些 還有我去改變自己有某一些想法 這次的新的專輯 so called love songs 其實裡面有很多充滿浪漫的元素 也有很多不同階段的感情的歌曲 有沒有一些可能是你以前在控中服務的生涯裡面 見到遇到的故事 令到你可能對浪漫也有些不同的看法 你想問我今晚是不是有那些異地呢 或者各樣 因為太多不同的歌曲 但我有時候覺得 始終浪漫 有時候特別是你以前的工作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當大家 不是叫困 大家在一個飛機裡面 其實可能會更容易 有些romantic的產生 有些不同的chemistry 甚至可能你遇到一些機場的乘客 他們可能有些不同的東西產生的時候 可能有些靈感都會來自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在空中服務員的一段時間裡面 可能真的我們飛的比較短途 所以沒什麼浪漫的事情發生 但是我拍完《Tunite》這部MV 真的很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會有異地情願 因為那個感覺是 咦 原來 或者為什麼一些人會旅行 是因為 你突然間好像去了迪士林 你突然間好像不在自己的 慣常生活狀態裡面 你覺得那個地方是一個fantasy 不是一個真實 包括人也是 對 真實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咦 突然想 拋開了很多 人生裡面的計劃 是 的計算 很多要計劃前進去的壓力 沒有了 突然間 所以你在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很純粹享受那個浪漫感 其實我就是用《Tunite》這首歌 來做這首歌的開頭 因為我覺得在愛裡面 是不能夠沒有了romance的東西 而我很想製造一些浪漫的廣東歌出來 就是有一個浪漫感在裡面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想讓Edgar休息一會 同樣也讓我們抽離一下這個fantasy的地方 就是聽一下她這首 就是面對一個現實情況 我們也要做很多不同的決定 這首最新的拍來歌 就叫做《So Called Love Song》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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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